如何让无人机更安全地返航 从最早的自动返航技术到智能返航 再到如今的动态返航点技术 我们从未停止探索 通常情况下 我们使用GPS来进行定位 GPS的定位精度主要受天线设计 接收机性能和环境的影响 在同样的接收机下 天线性能成为定位精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天线的增益越高和覆盖越大 则GPS定位精度越高 DJI为了获得优秀的GPS接收能力 选用高性能定位芯片 优化定位算法 提升了天线性能 分别研发出GPS扩展模块 和内置高性能GPS模块的Crystal Sky 现在 在Inspire 2的遥控器上 安装GPS扩展模块 即可获得DJI最新的动态返航点功能 遥控器 遥控器通过GPS扩展模块实时刷新返航点位置 若遥控器移动范围在当前返航点半径6米范围内 则不更新返航点 若超出6米范围则更新返航点位置 并通知无人机新的返航点位置 若在自动返航的过程中 遥控器更新了返航点 则无人机会根据新的返航点来规划返航路径 在自动返航过程中 宁可随时中止自动返航 此外 若您使用DJI Crystal Sky高亮屏 不安装扩展模块 也可拥有动态返航点功能 动态返航点技术 在大范围移动拍摄场景时 能够实时更新返航点位置 例如水上拍摄 跟车拍摄等移动拍摄场景 控制人员和遥控器处于移动状态 当智能返航或者失控返航处发时 飞行器将根据最新的返航点位置返航 这将大大提升飞行器返航的安全性 为飞行器的多场景拍摄提供多重安全保障